為何紅飄無法施滑 其實我沒有那麼常練紅飄欸 我都是玩弄屁的 紅飄的話 你甩到紅飄之後啊 你就要拉回來 然後手砂大部分都是輕點一下 不要壓著大手砂 然後去紅飄 你的起飄之後 靠著方向鍵壓到紅飄 那你就可以把車子甩進去 車頭甩進去之後再拉出來 這樣子達到比較好的入彎角度 然後四處也不會那麼重 這個大概是紅飄我覺得 比較好的過法 但紅飄不是用性能不太好的車 紅飄其實蠻吃車子的 所以不太推薦 不太推薦常用紅飄過 這樣你懂不懂 會比較推薦列綠飄 然後跟撞牆過法 這兩個 來了 SUBARU 啊對了耶 AE86要開了耶 各位 11月13號 各位觀眾已經爆雷了 這在他的更新界面那裡 這台真的很慢 不是你們不要有偏見好不好 這運動組的車本來就不會快到哪去 但這台車肯定是沒有快到哪去啊 因為我有感覺到嘛 他性能580 但我覺得把他加到我6台裡面的一台 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 我就喜歡他的手感好 來了 完美起步 你看 海放這些電腦 卑微 阿姐 倒掉 大概好久 這裡 我們 欸 欸 欸 好 第一次用硬胎 稍微有點不習慣 我們這裡再拉一下手殺 你看這個彎90過耶 好香喔 這裡平轉 過來 有沒有這裡再平轉 鬆一點點油 OK 拉一下下 欸嘿嘿 喔有沒有 是大牛槓已經倒了 然後這裡滑滑滑 滑這裡再補一下手殺 速度拉下來之後這個彎 130出彎 對不對 這台車就是我心目中的86啊 彎道拉近對手 對不對 直線被拉開 在86出來之前 這個彎 這個車就是我心目中的86了 BRZ86 這兩圈的 嚇我一跳 我剛剛反而要鬆油門 一樣手殺 這個彎大概130就可以開始提速了 啊 太冷斷了 可惜 這個 太假了 太虛假了 這個副架 太虛假了 等到86出來這台就廢了 怎麼可能 不可能 不錯啦 欸欸欸欸 啊 啊 好醜 我感覺好像中性胎比較好舒服耶 中性胎比較舒服 硬胎應該快一點 硬胎可以習慣一下 硬胎提速 出彎提速快 快不少 我感覺到 那個尾速 綠飄的尾速拉起來 這個車很快 就直線弱勢了一點 直線弱勢了一點 171 OK 他在我心目中已經取代掉了 S2000了 我跟你講明天我們全上標封賽我就開這台 姚圓浩直接把我殺掉 姚圓浩就直接把我痛扁了 人家都開SVJ19 就我開這台 呃 PASA怎麼分數比2000高 原因是因為 我跟你講 真的是 免幼無知不懂事啊 當初不小心把那台改了 想說 主播的實力 應該是有辦法駕馭這台車了 沒想到那個車直接沒救了 我開一開之後發現有好開的車 我果斷氣暗投名 旁邊那個是真人耶 是嗎 是嗎是嗎 哇 施滑 130出彎 不愧是86 這個彎不用再多點一下手殺 我試試看紅飄吧 你們不是說紅飄嗎 我試試看啊 蛤 這樣子有嗎 蛤 紅飄修什麼 他有修嗎 我剛剛還一百耶 這關直接撞外側吧 撞外側直接提出 我也不知道耶 觀眾說有修紅飄 不是很清楚喔 再來試紅飄 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這樣子過的 絕對不是這樣過的 但是我感覺好像 凹不太進去的感覺 但一般那個彎 我不會這樣子過啊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 U彎的話可以試啦 可以試 OK SFARU就先開到這邊啦 小草大推 要不要跟進 請依照個人情況 我會比較推薦 如果你會擔憂的話 先選那個 Golf R19 要跟進我這個BRZ的 自己考慮一下 試一下吧 比如說那個紅飄 我直接試一場就知道了啦 因為我之前跑那個 這個圖的時候 我有用紅飄過過啊 EVOLUTIONS的改裝 我是改1132 EVOLUTIONS 1132 其實不太推啦 現在其實 推的金光車很少 之後也懶貌嗎 之後會出 會會顯成一支影片 等一下 車子一直跳 一直跳 哇賽 剛開完這個 現在這個 我覺得 我覺得 沒什麼差耶 我覺得有差耶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這個彎 因為這個彎 我有用紅飄過過 這個彎 就是下一個左彎 這個左彎 你大部分的時候 在這裡 輕點一下手插 之後直接這樣過 不能過了耶 不能過 不能過了耶 我之前可以過啊 你可以看我今天影片 我今天影片有這樣跑過啊 所以光這樣點一下手插嘛 不能過 確定不能過 才會打滑啊 那紅飄被改了耶 我確定不能過 因為 這個很明顯 跟我之前的角度不太一樣 但是 這種 哎唷 呃 大手刷鴨的 還行嗎 紅飄會失控 紅飄會失控 嗯 就是他的 我這樣子比喻 可能有些人不懂 就是 你們有沒有玩過 跑跑卡丁車 當你跑跑卡丁車的時候 你那個甩尾鍵 壓著的時候啊 他不是會有一個 車身會過 U1 往內凹的感覺嗎 他原本是有的 然後現在就變成了 你如果 點了一下之後 壓到紅飄呢 他這車子是不會有幅度的 原本的幅度呢 大概會是像 這樣子 就假設如果你從這個地圖這邊 你壓了從這邊壓了一下 手刷車之後 你到這裡過來 他會有一個自動的力道 幫你往內 凹到這裡 凹到這裡 這個位置 大概會這個位置出完 所以呢 哎呀 別煩啦 速增艙 如果你現在壓了紅飄啊 就是 這裡手刷車點了一下 你就會這樣子飄飄飄 飄飄飄飄飄飄 這裡 失控 然後就會這樣子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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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來到這裡 你會直接來到這個金門大橋 原本你的位置會都落在這裡 原本位置會落在這裡 但你現在會跑到金門大橋去 大概是這樣的差異 那紅飄沒了 大家請大家好好的 手刷過彎 還好呢 主播本來就 沒有在用什麼紅飄撞牆過彎的 那種 奇怪的技巧 不正統的技巧 唯一之石 手刷綠飄過彎 對不對 對不對 這裡手刷 然後出彎提速 是不是 這才是正統的 我不信 再來一次 紅飄過彎 有沒有 現在就是被海放了 前面那個就是正常率飄過的 這個就是 這個 笨蛋主播紅飄過彎 就長現在這樣子 好 認真跑一場 等一下就打牌賽 為什麼那個起步那麼快 這個彎慢了 再點一下手刷 我們現在這個彎就會這樣子拉手刷 然後透過手刷的 透過手刷的那個 煞車啊 把車身角度拉進去 不點方向鍵的那種 可是我現在比較常用的新的 過彎方式 接種 我們一定能贏 5.059